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胡大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感谢县长 大约在今年五月 我特别接到这个刘县长的记忆 非常厚的就是他手头上 一套这个宪政白皮书 我就说县长有机会 欢迎你来我们这节目 而且我们这节目是以全球华人 包括中国内部的观众为对象 我想我们今天 我做个媒体工作者 做个公民责任 我们今天就是行销马祖 让全世界知道 马祖 临江县 在刘正义县长的领导之下 的确是五星级的 而且备受好评的 他是国民党籍 但是不管哪个党籍 只要是县政或市政做得好 我都欢迎 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立场 我们是针对国家利益 人民福祉 服务商旨 我们特别来看一段相关的影片以后 我来请教县长 这些年 地方建设的提升 不仅让生活更便利 也让彼此更靠近 领先全国的设服制度 孕育着未来的希望 完整的医疗体系 友善的长青生活环境 马祖的幸福能量 是望龄之道长寿的秘方 移居的慢活家园 移游的世外桃源 等你一起来 爱上马祖好地方 我常说我这个节目是针对全球的华人 尤其针对中国内部的观众 我刚才特别请教这个正义县长说 事实上透过 马祖的小三通 事实上中国的旅客 可以到马祖销会 所以我们也希望 看了马祖以后 我们也欢迎 在中国的旅客 我们的所谓的路客 人到马祖来旅游 我特别要肯定 县长 连续四年 也得到远见杂志五星级的县长 2018天下幸福城市大调查 被评为幸福城市 怎么做到的 是 我想马祖这几年 发展的非常的快速 已经卸下了过去前线 战地的面纱 特别是观光的蓬勃发展 呈现马祖这种独特的文化风情 以及它非常安静 非常干净 非常宁静的环境 在家这种岛屿的这种世界级的美景 美食跟美酒 让所有的观光客来到马祖 几乎是一个非常惊艳的感觉 那相对的就带动各行各业信心向荣 那民众可以说对于政府的施政是非常有感 现在马祖在各界的评价可以说是非常健康 非常幸福的一个城市 那我们积极也规划 希望说在过去几年的基础之下 能够让马祖快速的精进 快速的翻转 希望说能够打造马祖成为一个交通便利产业发展 然后人民安居乐业健康幸福的城市 所以说我们除了四年的努力之外 其实我们对未来四年甚至十二年 已经拟定了一个整个宪政发展的方向 我们已经完成了就是2030年 马祖永续发展白皮书 对于宪政发展的目标愿景 已经定定了一个方向 那我们也拟定了108年到114年的 这个中建计划 一个短程的一个建设计划 以及十二年的一个中长城计划 这个是108年到111年 十二年的中长城计划 那其中我们特别重视在基础建设 交通旅游 产业经济 文化交易 环境延续 卫生福利 人才培育以及两岸关系 八大面向 我们希望说以岛域创生 国际接轨 永续发展为目标 打造马祖成为一个真正交通便利产业发达 人民安居乐业 各行各业信心向如健康幸福的岛域 我想这是未来我们积极努力的方向 那相信也确实看到我们的一个 宪政的目标跟愿景 那特别集中几件重大的建设 已经奉行政院核定了 那像马祖大桥 连接马祖最主要的两个岛的 南甘岛跟北甘岛 现在已经发包做综合规划设计 预计在明年底就会完成 那这座马祖大桥完成以后 会整个提升马祖发展的核心 然后扩展马祖发展的轴心 然后提升整个马祖的竞争力 让政府的投资更有效力 我想这是影响马祖非常深远的 一个马祖大桥计划 另外机场改善计划 也有民航局在推动中 那综合规划今年底会完成 明年底也会完成环境影响评估 那110年希望就能够推动建设计划 另外我们再打造一艘新的 4500吨的新台马轮 那这对于未来非常热门的一种 中小型的这种游轮旅游 以及改善马祖的角度 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我非常的高兴 这几项重大的计划 行政院也都核定了 这对于乡亲来说 已经看到整个马祖发展的愿景 所以对马祖的未来是充满了信心 也充满了希望 我像我们的观众朋友报告 听到刘县长讲 我就想起多年前 大概30年前 美国国会议长 他长期担任国会议长 叫做Tip O'Neill 他是来自马州的一位中议员 长期担任美国国会议长 他讲一句话 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All politics is local politics 所以我今天等于是 自去年11月24号以后 第一位受邀的县市首长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这半年来大家都非常忙碌 那我预告下礼拜 台南市长 黄伟哲市长 新竹市长 林志坚市长 以及原住民委员会的主委 都会上我节目 陆续我要强调 我都不分党籍的 因为这个县政城市 刚刚现在提到 行政院都已经拨了经费 比如说马祖大桥 还有新台马轮跟机场 改改善朝3C标准跑道 是不是政府都已经一一落实 利用这个机会 让行政院长或蔡总统知道 是 真的也非常感谢蔡总统 行政院苏院长 以及交通部林部长 对我们的支持 相关计划已经积极的推动 其实我们相信也都看到 也都感受到 非常谢谢 我想这个选举是一回事 比如说明年1月11号选举 但是平常施政是一回事 所以我也希望 这个刘县长是国民党籍 但是我们应该让 尤其是我这个节目 我特别注意那些外领导 比如说金门 马祖 像蓝绿 包括领导等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更多支援 因为在我们天龙国 其实双北市都天龙国 天龙国往往舒服了 以天龙国观点来看整个台湾 不要忘了 我们每周五推动台湾文艺复兴 连江县 马祖 也是跟我们台湾本岛是生命共同体 其实谈到马祖的行销 我今天等于是做马祖的荣誉献民 连江县荣誉献民 我要行销 也就是我手头上有 经典小镇 梅花路 南眼泪 大家了解南眼泪 欢快海燕鸥 以及淡菜龙虾 运动赛事马祖秋庆 马祖升天祭等 也就是 学长 用这个机会 行销马祖 请 我想今年我们交通部 观光局大力行销的旅游室 小镇漫游 像马祖的北干岛 像马祖的举关岛 都是我们中华民国 经典小镇的代表 因为整个马祖 这种独特的文化 以及多元丰富的生态 像这个季节 是最好的欣赏 蓝眼泪的季节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 如梦似幻的蓝眼泪 在海边 在我们的北海坑道 甚至在我们的蓝眼泪 生态馆 都可以看到这种 如梦似幻的蓝眼泪 很多观众去了马祖 真的感觉像梦境一样的美丽 那这个季节也是欣赏我们 这个燕欧的最好的季节 我们有燕欧保护区 这个燕欧保护区 是这个季节有神话之鸟 是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交通部观光局 积极的推动经典小镇 那马祖等于是其中的代表 那观光局州局长 非常重视马祖观光旅游的行销 那我们除了蓝眼泪季节 这个季节 像我们举观的方块海 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生态 什么叫方块海 方块海在2017年 在法国南部的雷岛 因为这个方块海的奇景 声明大照 远近了很多的观光客 其实我们不愿跑到欧洲 法国那么远的地方 在马祖的举光 昆秋沙滩 就可以看到这种自然的生态奇景 那在昆秋的沙滩 跟这个蛇岛中间的海域 那因为两个海流的交汇在潮汐之间 你可以看到这种海面层层一格一格的方块 是非常奇特的这个自然景观 如果再碰到这种夕阳美景 再加上蛇岛是我们的燕鸥保护区 你们可以看到这种很多的燕鸥在天空翱翔 还可以看到非常稀有的神话之鸟 那这沙滩晚上也可以看到蓝眼泪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自然生态奇景 所以说大家不要去欧洲 去马祖的举光就可以看到方块海 那今年也是交通部观光局 非常重视的一个行销活动 那我们也配合这个经典小城 办理的一系列的活动 像方块海的魔术方块大赛 达人比赛跟趣味竞赛 像我们在昆秋沙丹举办婚纱摄影比赛 我希望说要准备照婚纱的朋友 可以赶快报名 六月到十月我们限额只有二十名 每一队可以补助一万两千块的交通费 然后你的婚纱摄影以这个方块为背景 还可以参加比赛 前五名都有奖金 从五万到一万不得 所以不仅仅可以去欣赏 马祖美景拍婚纱 还可以参加摄影比赛 那我们也在那边办 这个定向越野比赛 把运动休闲跟这个观光景点 结合在一起 等一下我来请教你 还有一个就是马祖在台湾本岛没有 就是我看到资料有北甘乡大丘岛上 大约有245只梅花鹿 我们不用到日本奈良去看 可以到马祖看吗 是可以 大丘的梅花鹿 那大家就觉得说是 我们台湾版的奈良 梅花鹿公园 你可以在这个岛上 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无人岛 可以看到无敌的海情 看到数百只的梅花鹿 在草原上觅食 在海岸边 在这个步道上漫步 你还可以近距离的跟它喂食 跟它合照 是非常的疗愈 那梅花鹿目前是马祖旅游 必去的一个地方 特别是小朋友 带小朋友去旅游的时候 看到梅花鹿 他们是非常的高兴 那不仅仅是这个季节 一年四季 梅花鹿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这个季节 因为游客特别多 每天都有固定的航班 大概五到十分钟的航程 就可以登上这个梅花鹿 你会建议因为暑假期间 像很多亲子团要去 建议到马祖要几天几日游最好 最适当 我想马祖旅游非常丰富 我建议大家放慢脚步 四天三夜是最理想的一个游程 那等于跟日本团一样 四天三夜 典型日本团 如果真的时间很赶 就三天两夜 但是你一定会留下很多的遗憾 下一次再来 至少要四天三夜 四天三夜 我们之后来看怎么去做亲子团 因为我希望 我们的小朋友放暑假 能够去 国之北境 就是东影 有一项军事障碍的赛事 来 请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很多人利用暑假会到日本到欧洲 这个全马或半马 但是连江县的马祖的县长 刘县长邀请大家到东影军事越野障碍赛 来 愿文七香 我想马祖不仅仅他的生态美景 很吸引人大家去旅游 但是也是一个很好运动休闲的一个岛屿 像我们每年举办的北干印第超级马拉松 以及每年在南干办的国际马拉松 都吸引许多爱好路跑的朋友来到马祖 一方面可以运动休闲 一方面欣赏马祖独特的这种风景 那我们今年更特别的在东影举光 在东影办军事障碍越野赛 在举光办定向越野赛 那特别就是把运动休闲跟军事障碍结合起来 更可以呈现战地的一个挑战性跟它的价值 那我们把这个路跑跟像军事障碍的500障碍结合在一起 吸引很多的这个爱好路跑的人来 我们开办报名一天就满了 所以说非常的吸引人 我们今年在8月3号4号在东影办军事障碍越野赛 大概有4K 8K 12K 16K 3号 4号两天 不仅仅你可以看到东影这种非常玄伪壮甘的花干岩地植公园 跟这个海景东影灯塔安东坑道等等 你还可以跑进营区据点 看到很多的阿兵哥民众热情地帮你加油 我们还开放了一个中柱坑道 是从来没有开放过的 以前是站着行驶 现在特别开放着中柱坑道 让大家可以跑过这个坑道 跑过这个据点 可以尝试这个500障碍 所以说很多的跑者都非常的期待 我也欢迎大家来马祝 然后在今年的11月2号 我们的第五届的国际马拉松 在11月2号举办 超过3000人的报名 依然在南港 你会跑进我们一年只开放一次的南北坑道 可以看到这种占地这种疏杀的气氛 进入这个坑道里面 一面跑步一面体会这种战地的这种情境 我想是非常吸引人的 每年这种路跑赛马拉松赛都可以吸引很多的爱好跑步的跑者 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马拉松路跑假期 各位可能认为我今天会谈韩粉吧 或郭粉吧 或总统选举表 我们稍微轻松一下 以前啊 金马是前线 现在变后方了 轻松谈了 你看台湾本岛变前线 选举的前线 那郝伯春 前院长 所以行政院长 我在服兵役的时候 他是陆军总司令 是 他每天哦 他要求群军啊 每天早上跑五千公尺 是 我那时每天早上跑五千公尺 而且啊 我自我要求 我傍晚的时候啊 我自己又多跑五千公尺 所以我每天跑一万公尺 早上大家都要跑嘛 但是傍晚的时候 就吃完晚餐前 我自己跑 在军营里面跑 刚开始一个人跑 跑到后来啊 现场你有没有看过那电影的阿甘正传 是 我后面一个人两个人 后来一大群人跟着我跑 所以我可以体验那个阿甘正传里面的 我自己这个 我是阿信带大家跑 后来我跟这个豪伯春院长见面 我说多年前啊 四十多年前啊 谢谢你在军中啊 要求每个人都要跑五千公尺 我到现在身体还是非常硬朗 这是这个在军队打好的基础 所以那些军事迷啊 如果你怀念你在军中锻炼体力 尤其是郝院长 在当陆军总事的时候 请记得啊 今年十一月二号 早上六点五十分在南竿 有一个马拉松了 你说三千人已经报名满了没有 是 报名已经满了 但是有些因为 他行程会有示范出来 然后我们会再开放 应该还有一点的名额 所以说大家注意看网路上的报名 好 都已经 还好几个就已经满了 是 是变成一个台湾一个马拉松的盛事 是的 是的 是马祖最大的运动盛事 我觉得这个行销观念 说给中国大陆的朋友听好吧 如果我们在中国 你们叫内地 我们说内部的朋友要到马祖 来参加这个 全马的泡步或者去参 我想很多人可能看到这个节目才知道 原来马祖过去是金门马祖金马前线 你对这个中国的朋友行销 怎么到马祖 马祖马拉松 其实已经有少部分的中国爱好路跑的跑者来参加了 这几年我们都发现有几个团体来报名参加马祖马拉松 其实他们可以很方便的透过马祖跟福州的小三通 马祖跟福州有两条小三通 一条是从马祖的北干到黄崎 航程只要20分钟 一条从马祖的福澳到福州的浪崎 航程只要60分钟 我先请问一下 如果中国的这些朋友们要到马祖 福州 福州从机场到浪崎码头只要20分钟 那边就会搭船60分钟就可以到马祖 然后从福州机场到黄崎码头 要一个小时的路上车程 或者说他们坐动车到福州车站 就可以到浪崎码头到黄崎码头 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那你会建议中国的朋友 到马祖的几日游 最好 真的是因为中国朋友那边过来 我觉得至少真的是三天两夜 三天两夜最少两个岛 南干岛北干岛 如果你时间多一点 真的要四天五天 你可以到举光到东营 可以体会不一样的风景 像这种背包客或自助旅行多不多 或是团进团出的 团进团出的现在比较多 自助旅行的团进团出的都三天或者四天 那自助旅行我发觉他们都一个礼拜五天 他们很放松的背着背包 那一个岛一个岛住一天 一个岛住一天 然后慢慢的欣赏马祖的生态 马祖的文化 马祖的风情 品尝马祖的美食 还有马祖的美酒 马祖高粱酒 我想这种自由行的游客更是放松 那到马祖 我希望说所有到马祖 真的要放松心情 放慢脚步 好好体会这种 慢活 那从台湾奔到怎么到马祖去 比如说台北或高雄 有没有特殊的交通工具 其实台湾到马祖 现在已经是非常方便 每天从松山机场跟台中机场 到马祖的班机 大概有十二班到十五班 然后从基隆 每天晚上都有台马资金 或者台马轮 从基隆码头到马祖的福澳党 或者是东营的中柱港 航程晚上十点十一点开 早上六七点 那请问相关的信息 怎么上网得到信息 只要上马祖县政府交通网站 或者马祖海上一点通网站 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信息多 那我敢问 一个人平静消费多少 如果要估算 亲子查 一个人平均消费 一个人平均消费 就是住宿连三天两夜交通位 大概是七八千块 一个人还全家 一个人 因为交通比较费 因为飞机要来回大概就四千块了 然后你住三天两夜 大概七八千块 所以假设还要买这些土产的话 那至少评估要至少一万新台币 如果说你好好的在那边 信产个三四天 我去花个一万块是非常值得的 是非常值得 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预算的话 你一人算 大概新台币一万块的话 可以做全家 亲子团或者是个人 或是带着夫妻吧 或者女朋友也可以 这边我来先来介绍 因为我来看这个 这是去年11月7号报纸 这个报纸很少放 把这个放头版头条的 海洋大学认证 海中威儿刚 马祖淡菜 人针 精子素 我很多朋友都是 很多原因 不是少子话 根本就不能生不出来 我感觉确实有这回事吗 是的 什么叫做马祖淡菜 是 跟胡大哥报告 海洋大学是我们国家 最顶尖的海洋专科大学 他现在在马祖设立一个校区 马祖校区 我们很多的产业跟学术研究 跟海大研究 包含马祖的蓝眼类 那马祖有四季非常鲜美的海鲜 但是其中到马祖一定要品尝 特别是这个季节 在中秋节之前 一定要品尝就是马祖的淡菜 那我们国人要 为什么叫淡菜 淡菜 这不是辣啊 这是其实他的学名叫做宜贝 那我们叫做淡菜 就是淡菜 当地的叫淡菜 淡菜 淡菜 如果湖老话 米南话 其实说淡菜大家听得懂 我们我们叫做 虎菜 我们福州话叫做虎菜 虎菜 其实我们国人要吃 台语怎么欢迎 台语 不是不是来 就是我们国人要吃到 这个叫做Masso 叫欧洲 去比利时 意大利 或者化国菜 化国菜 要吃到Masso 但是真正的 最肥美的淡菜 是在马祖 那海大特别 为什么马祖特别 跟海流有关系吗 淡江口的这个海域 这个海域 因为淡江口这个河海交界 还有这个地方的浮游生物 非常的丰富 所以说能够运出 这样子一个肥美的淡菜 你看啊 它比一般的淡菜 至少大概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那全世界最肥美的淡菜 是这个 不但他营养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鲜美 最重要的海大的研究 他认为淡菜会增加精子 男性精子的活动能力 他已经登载在世界 国际期刊上 那个Biomedicine Pharmacotherapy 这种国际期刊 也就像福大哥说的 在自由时报头版 把这个成果 这个报纸很少 把这种海中 威尔刚放第一版 为什么放第一版 是重大的科学 可以突破是一个 真的是新的发现 但是在马祖传统 就认为它是一种非常鲜美的 这种海鲜 可以促进男性生殖能力 我们就称之他 是海中的威尔根 但是没有学术的一个证据 那海大帮我们 就是依照这样子的传说 去做研究 即使他在实验室的确发现 会增加精子的一个活动能力 你说这个有公跟母之分吗 怎么分 粉红色的是母的 浅色的是公的 所以说他有 那公跟母有什么区别 一般来说 母的比较更好吃一点 但是对于促进生殖能力 两个有没有差别 我想我请海大继续研究 对海大在马祖是一个校区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计划产业 正在继续跟他合作之中 观众朋友 我第一次有人把 马祖的海鲜 现烙仔 这是直接从马祖带过来 那这是你们所做的 这什么料理是不是 对他这一般餐桌上 这个季节去马祖一定要吃的 就是马祖淡菜 我想这是非常 这是用蒸还是用炒的 愿蒸愿炒或者是清炖 有很多的料理 那我们最传统的吃法就是 放水煮 放一点生姜就可以的 味道 它自然的味道就非常的鲜美 不要任何的调味料 好 大家 我们就行销 到底有没有效 我就引用那个销汇高手 好关键 那马祖的淡菜因为在 闽江口河海交界 那一般的他新的含量都特别高 那这也可能是他的一个原因之一 所以说来到马祖 欢迎大家来马祖 来品尝马祖四季的海鲜 特别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品尝一下 马祖的淡菜 我看有人专程会去吃这个淡菜 我记得抗战的时候 在重庆有一句话说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是 这个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现在台湾本岛现在在选举吃紧后方紧吃 倒过来 是是 真的立委应该是得到大多数相亲的支持 我们比较看好应该基本上不会有太大问题 所以立委也是一席吗 是不是 立委一席 对 江西门也是一席 是是 好好好 还有我们利用这个机会 行销马祖 这边你那边也有来一起这样大家介绍 请 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 去马祖除了欣赏马祖这种独特的文化生态 欣赏马祖这种美景之外 当然要品尝马祖的美食跟美酒 那马祖的酒 马祖高粱酒是世界双金牌的最佳白酒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但是马祖的美食是非常的多元 除了四季的海鲜 还有很多传统的美食 请问这什么饼 大家都知道马祖有寄官饼 其实马祖还有这个大饼 其实是更好 寄官跟七寄官 七寄官那个饼 真的有这回事 真的有这回事 这不是故事 真的有这回事 对 当年就是福建沿海七寄官打倭寇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饼当作干粮 除了寄官饼 那我们寄官饼已经是桌上的一个佳肴了 就到马祖也必吃 另外一个就到马祖必吃 就是马祖的大饼 那马祖这个大饼 传统上就是家里有喜事 嫁女儿或者善良 牵心屋若城 都会做这个大饼 那传统上就会用两个红布袋 用扁挑挑着 然后沿着这个向导村的分享 可以亲朋好友 那这个它的成分就是面粉 芝麻跟糖 虽然说它的成分很简单 但是它的手工以及老面发酵 以及老师傅的技术 却是非常传统 非常传统的 那也是现在马祖人的一个早餐 或者是填饱肚子的这个点心 早餐直接吃 那你们饮料是咖啡还是茶还是豆浆 通常我们是配馄饨或者点鞭糊 但是现在人家更喜欢把这个大饼烤一下 配咖啡 配茶 更好 对配咖啡更好 现在大家喝咖啡喜欢把这个大饼烤一下 然后配咖啡 这种独特的这种面香味 然后非常有的绞劲 所以我也建议观众朋友如果到达马祖 一定要品尝一下马祖大饼 也可以带一个伴手礼分享亲朋好友 难得我谈政治今天比较轻松 因为我如果朋友问科匹 可怕科匹最近火气很大 所以说暂时不要休息一下 科匹火气稍微不要那么大 这是你们自己当地烧的陶石 就是sake 这应该是喝sake 清酒用的 这个我们都喝马祖的高粱酒 还有马祖的老酒 马祖有传统的马祖老酒 以及我们最好的这个马祖高粱酒 这个是我们特别 就是配合我们的运动行销 做的这种酒器可以作为纪念品 也可以喝我们马祖老酒 或喝我们马祖老酒的酒壶跟酒杯 还有上次县长 你特别有说老酒面馅 非常好吃 特别是因为我自己实验过 可以挂保险 那个马祖的老酒面馅 为什么叫老酒面馅 马祖有很多传统的美食 除了四季的海鲜 刚刚讲的季光饼大饼 还有马祖的很多的红糟料理 还有马祖的红糟曼 红糟鸡 或者马祖的鱼碗鱼饺等等面 真的到马祖你才会吃得到这种独特的马祖美食 那马祖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老酒面馅 这也是马祖人的重要的点 为什么叫老酒 跟酒有关系吗 有酒 我们这个酒就是在煮这个面的时候 用一点海鲜生姜 再加上这个或者一点瘦肉 煮了以后 然后滚的时候加这个面馅 最后一定要加马祖的传统的老酒 它的香气再加上一个用老酒煎的一个荷包蛋 所以说到马祖几乎所有官官一定会去吃马祖的老酒面馅 所以说马祖老酒面馅我们推出以后 都热买一年好几百万包 然后我们现在更特别就是跟马祖的淡菜 就是抽取马祖淡菜的这个精华 做成这个淡菜口味 所以说不仅仅我们现在有马祖老酒面馅 还有淡菜口味的这种面馅 我相信这些美食一定是台湾的这个观众朋友 平常不容易吃得到 我希望说大家可以来马祖 体会一下马祖这种非常独特的这种传统美食 我像我们观众朋友 我必须抱歉说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一定要按照NCC法律 有规定说在节目不能介绍酒 我今天早上还接到一个好朋友的电话 他气死 他说我昨天回家路上被警察拦检 酒厕 台北很多 他气死 我说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他比我还年轻 他说他把车窗摇下的时候 警察说这老火 老火不喝酒给他过 气死他说叫他过老火 比我还年轻 他为这个事还生气 所以其实尤其是我要特别提醒 台北市的松江路那个地方有三个零检点 还有这从忠孝东路往这个建国北路上去 每天都有零检点 我特别跟这个观众朋友提醒 但是这个朋友你不要生气 人家只是看错太暗了 看错了 不要因为人家说老火不喝酒你就会生气 好 马祖很多文化的祭典 比如说马祖秋庆 马祖 还有升天祭 我到那个土耳其 有一个圣约翰教堂 是圣玛利亚升天的地方 在马祖有马祖升天祭吗 是不是西班牙也有这种 玛利亚升天的那个祭祀 你们是有是不是 是 特别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介绍 马祖是我们很多人的这个信仰的一个中心 特别我们都可以说是马祖的信徒 那马祖是在宋朝年间 生于福建魅州岛 普天的魅州岛 他从小就是出生就非常的聪明 而且非常的有预知福获的能力 所以说都得到乡亲的敬种 他都可以协助 就是乡亲克服各种的一个灾难 那在他16岁的时候 有一次的这个碰到大浪 他就投海救父 就是牺牲了生命 但是就飘到马祖这个岛上 那村民就感念他的笑形 就站在这个澳口旁边 马祖也因为马祖得名 但是乡朝年魅州末良 就是在28岁说在马祖这个岛 就是得到升天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全省各地都有马祖的生日的一些活动 但是没有办法马祖的升天的活动 只有我们马祖在每年的9月9号 办理马祖的升天 9月9号是农历的 农历的9月9号 那今年是在国立10月7号 所以说我们每年就在这个 马祖升天 办理很盛大的一个 马祖升天活动的敬礼 邀请两岸三地的 马祖信徒一起参与这样子的 这个活动 我们在今年的10月5号 就会办理这个 马祖升天地的活动 5号当天会有 马祖文化古迹的巡礼 然后6号就有 马祖文化的论坛 我们邀请国内代 有关马祖信仰的 这个专家 一起参与这样子的论坛 然后7号当天 就有很盛大的 祭祀活动 不仅仅当地的民族会成家 大陆的 今年就有一个几百人的团会过来参与 在今年的10月4月12号 我们嘉义新港奉天宫的 马祖庆祖 以后400人会过去马祖 其自行的绕全岛一周 参与马祖的这种升天祭的活动 所以说我们马祖就是存在一个 马祖当年埋葬的一个灵穴 所以说我们特别强调 马祖在马祖 每年特别举办马祖的升天祭 我欢迎所有的这个马祖的信徒 其实你除了去魅州岛 更应该去马祖的灵穴 参与马祖的这种升天祭 或者去祭拜马祖的这个灵穴 虎老话我都有一句谚语 说马祖庆祭 原来里面马祖 是 不是台湾本土 在马祖的本岛也是非常兴盛 是的 是的 不是大甲或是北港而已 不是不是只有马祖 我们因为当年它飘到被站在那个地方 不仅仅香火鼎盛 还有很多的神迹显示 那我们也在这里 在这个旁边的山头盖 全世界最高的马祖巨神像 高29.6公尺的一个花干石 非常的玄伪壮观 那下面三角下就是马祖灵穴的地方 那我们每年会办的祭祀活动 从马祖灵穴的地方 然后步行这个朝圣大道 进入这个马祖巨神像这个看台 进行盛大的这个祭祀活动 还有两个节日 初幼成年礼以及烧塔节 是 我想这个季节是 马祖旅游是非常好的季节 其实我是觉得马祖的秋冬 更漂亮 更吸引人 更有它独特的这种魅力 那特别秋天 我们有一系列的秋庆活动 除了刚刚讲的这个 马祖升天祭 我们是在今年的10月 5号到7号 我们还有传统的 马祖成年礼 马祖初幼 做初幼 就是我们马祖的孩子 从升到高一的时候 我们会集合起来 依照古礼办理成年礼的活动 这个是在我们复兴 这跟孔子有关系 928不是孔子的生日吗 这个928是孔子 是孔子节 对 做初幼 但是并不是跟这个 孔子节有关系 这个是我们特别选在那天的日子 那跟9月28 因为是以农历来算 今年是正好是9月28 那另外是9月21号 我们铁盘还有一个烧塔节 那是中秋节过后的烧塔 这跟921有关系吧 也没有关系 只是那个就是 我们在中秋节过后的一个礼拜 来会办理这个烧塔节 就是把家里不用的东西 藉由这个烧塔节 就是除去 晦气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把这一年的不如意 或者是不快乐的事情 把它烧进 面向一个新的一个开始 其实我可以用基督教圣经一句话 保罗说的 忘记背后努力前面 向着目标直跑 一样吗 我想烧塔节一再次 我们再看一段 马祖卡溜 我们请教 县长 你的执政的愿景目标是什么 这目标怎么落实 在请教他运景目标前 现场尤其向马祖的美食 简单介绍 我想来马祖 一定要尝得四季的海鲜 当然最具代表性的 这个马祖淡菜 是一定要品尝一下 这是马祖的淡菜 不仅仅是富有营养鲜美 而且会促进男性的生殖能力 那今年我们交通部观光局 推动的经典小镇 小镇漫游 马祖市最具有代表 那还有我们很多传统的美食 像马祖的鱼面 愿鱼来制造的这个面 非常的Q糖 非常的特别 只有马祖吃得到 马祖的鱼面 那另外就是 马祖的鱼网 这跟湖州鱼园蛮像的 就是湖州鱼园 就是湖州鱼园 但是里面有颜色 对 我们这里面有各种的 就是它有加上墨鱼 有加上红糟 它有加上鰻鱼 所以说它会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现代人你看有加上墨鱼 就比较黑 那请问马祖有燕皮吗 湖州有燕皮 有燕角 燕角 燕角 就是肉作的皮 肉作的皮 对 燕角 所以马祖也有燕角 马祖燕角 马祖燕角就是我们最传统的一个饮食 那你们就湖州菜系列吗 是 湖州菜系列 但是因为战地政务 两岸对峙相隔了几十年 会有一点差异性 但是传制湖州的文化 大概跟湖州的饮食是相距不远 在美国住过都知道在洛杉矶的唐人街 有一家福州饭店 我以前在美国的 我一个礼拜都要去吃一吃 很好吃 最后问题我要用 领导学大师彼得杜拉克的 他一直问问题 这个问题请你回答 做个执政者 你执政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目标怎么落实 现代 我想作为一个宪政的主持人 所有宪政的核心价值 一定都是人民的健康幸福 我想所有的建设 所有的努力 那这几年 马祖卸下这个战地的面线 随着光光的蓬勃发展 带动了经济的繁荣 各行各业新兴向荣 那我们也加速地方的 各项的重大建设 希望提升整个马祖的竞争力 让马祖可以跟国际接轨 希望说能够打造马祖 成为一个交通便利 产业发达 甚至经济自主 或者人民安居乐业 各行各业 信心向荣 一个健康幸福的岛域 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那我们除了加速建设之外 特别会重视年轻人的 这个环境 返乡 你会让鲑鱼返乡 你有计划吗 所以说因为马祖的 现在快速 让很多人 年轻人愿意返乡 投入地方的建设 那我们不仅仅改善 大环境 创造年轻人更多 更好创业就业的机会 我们也解决年轻人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推出 释放住宅 让年轻人没有后顾之忧 比如说我们推出 全面的供托 诱托 政策 我们提供 这个 这个创业基金等等 让年轻人没有后顾之忧 我们也加弹 老弱妇孺的照顾 比如说长照2.0 大同之家 护理之家 让老弱妇孺 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 让年轻人没有后顾之忧 我想这个才能够 让年轻人全心全力的 投入他的事业 投入地方的建设 让马祖变成一个充满希望 充满信心的一个地方 康德说人类的天然使命 是为下一代打造更美好生活方式 政大历史系教授 林美香教授 也是林马祖人 他的父亲 他父亲 因为小时候 父亲在国中毕业 就把他带来台北读书了 但是林美香教授 我的好朋友 他说他一直时时想念着 他是马祖的子弟姊妹 他留学爱丁堡大学 他是专攻英国史的教授 我在台北很多不知道 台北的洗车业 很多是马祖人 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有车在马祖 好多马祖人 我说为什么你爱马祖人 他说我洗车啊 为什么 我还在陪我儿子读好大学 现在你们都是这样打拼的 是的 林美香教授 很多洗车 很多人不知道 台北的洗车业都是马祖人 很多人不知道 是的 他们就是为了打拼 那你怎么吸引这些 有所成就 学业完成的马祖旨意 再回去贡献相识 是 我想马祖这几年 随着他快速的发展 让整个马祖的知名度 马祖的形象不断的提升 让很多的 不仅仅是在地的乡亲 甚至很多移民到台湾的乡亲 都对于家乡 充满了一份光荣感跟信心 那我最近也发觉很多在台湾 所有所成的这些业者 像我们在新竹科学园区 木德科技的总经理 他特别就回到故乡 然后把他的这个学习的 创业的过程 分享给相亲 甚至他成立基金 回馈家乡的学子 辅导家乡的年轻人 能够在就学 就业过程能够得到更多的帮助 当然有更多年轻人 毕业以后回到家乡 直接投入地方的建设 像盖民宿 加入各行各业的观光产业等等 我想这个是马祖未来的希望 我们会远远不绝地吸引年轻人 回到家乡 投入地方的建设 金门马祖曾经在人战时代 是在最前线 保卫了台湾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怀着回馈的心 给他们金门跟马祖 包括兰宇跟绿岛 给他们更多支援 我觉得应该是 这是我为什么邀请这个县长 而且他对打如流 完全就是对打如流 显然他是 我给你加一颗六星级的县长 祝你县正 县正继续努力下去 是 谢谢 我们也特别像马祖的 连江县的乡亲问好 我帮你们行销给全世界了 感谢县长 谢谢 谢谢 谢谢胡大哥 谢谢